怎样配置的女人容易嫁到贵妇 第一种就是善生酸子 夫妻宫有木星龙且三合土星的配置 这样的女人很容易与有地位的男人之间产生缘分 结识的男人多半是自己的善世长辈 或者是有识权的人 而如果此时的土星落在了关禄宫 行客的夫妻宫 这也还不错 这叫化敌为有 便不利为有利 因为土星代表的是约束自己的力量 就比如是你的善世官人和连长的人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 你就容易得到善世长辈 或者是有识权男人的班主 第二种命主性落在九宫十二宫或者是四宫 且夫妻宫内有九宫主出现 则说明此女子有一定的富贵气息 能够声望夫妻宫遇到好男人 这种女性往往品行端正 为人善良正直 有才气人缘即将 所以言行举止也总是被人青睐 自然能够被人欣赏爱母 从而嫁到好的老公 也就是欺贫富贵的典型配置